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材料比较便宜 所以我说有点贵 然后我也知道他挂牌挂的高了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等了这今天是87天 他终于知道了 所以他现在降到25万7千9 那目前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那我想让他把它变得更合理一点 所以我要跟他谈了现在 现在他应该处于hold住要hold不住的状态 05年的房子这个小区非常好 学区也都很好 九分九分九分 位置稍微靠北一点 在cote和hielcrest的 在kielcrest和adrado frisco 税也很便宜 只有2万2.2左右吧 然后房子整体没有问题 只是这一个角有一点点细细的粉 跟头发丝一样 那这说明未来隐患 就是说他这边高 他这个房子这块高 这边侧低 整个小区是从那侧高 然后这边这样过来了 过来了 但是他这个坡度很缓 这块有那个嘎吱那个水冲下来的那个 所以这是一个隐患 那这套房前面他种那种松树 你看到了 国内不喜欢这个 国内是那个什么才种的话 什么什么烈士林园才种这些 这很多人喜欢种这些树 然后这个树的后面是主卧 主卧朝前院 所以呢 他就把主卧隐私挡住 而且他带cover嘛 是吧 然后这边这个草要弄掉 这棵小树现在还小 105年的 05年的树这么小 那这应该是后栽的 好 然后这边这棵树也漂亮 是吧 这也漂亮 我们进来看一下 3加2 1642尺零五年的 呃 物业飞机年是400块钱 他这个房子他结构是很好的 好就好在他1600 1640尺 他能做到每个空间都非常棒 你看啊 这进来这个书房 书房可以作为第四个卧室 而且你看他采光 这个这个建商他是他是做这种 因为我们以前在其他区买过这种房子 好 地板 地毯 这都是最便宜的 再过来厨房的台面 厨房的柜门 厨房的电器 你看这都是最便宜的 木头台面 然后但是你给人感觉 因为他设计的好嘛 然后简单清爽 这个柜门啊 这些东西 电器可能未来的两三年 可能会要换 甚至一两年 现在现在还行 但是差不多06年了嘛 你看 你看这柜门里面是新的 我多次强强 你听这声音 专业收酒家局的 好 这边是客厅 然后那是洗衣房 左侧你看我们现在左侧是书房 然后进来之后三个卧室在一起 这也是一个问题 房子层高很好 这边是主卧朝前院 但他很聪明 他种了那几棵树嘛 把他挡住了 是吧 地毯全部都是最便宜的地毯 呃墙面都还好的 墙面06年住到现在 我不知道刷过没有 应该看起来像原厂漆啊 好 单人的那个洗澡间 那棚头可能需要画 这些都小事了 很小的事 他整体的结构 你看采光 而且是他南北向前院朝南 主卧也朝南 采光 然后这些东西设计 都有 你看他连那个衣帽间 都有采光的 衣帽间 没有柜子 只有这样子 没有柜子 这好像第二活人的房子 然后厕所还忘说了 这厕所也没有那个门 是吧 有抽风 公交这些都有 好 过来之后呢 你看这是前院 还有你看06年的房子啊 竟然还能用这种 这种那个白夜窗 这是最便宜的 好在他灯 当时是不是加钱了 然后主卧 他是双扇门 看到了吧 进来之后呢 是两个 这边是客卧 客卧的洗手间 柜子 好 我睡不睡 好 这个是那个 这个柜子 还应该他自己加的啊 今天上午会做这种柜子 你看 连厕所 那个马桶盖 柜子还换过了 这兄弟过了 真节省 但你看他该有的都有 而且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 那这种房子很好 租了 那这种房子很好租了 是吧 filter该换了 filter该换了 好 这边是一个客卧 这个客卧是带吊扇的 我兄弟这吊扇快吊下来 好 然后这是侧院的 一帽间 然后这是另一个客卧 这个就没有那个吊扇了啊 10块钱的灯 墙上该补的钉子 其他都补了 他为什么 其实这道房子真的是很好 他为什么没有卖出去呢 就是被经纪人坑了 或者价格凑掉问题 要不然就是被自己坑了 很多人在卖房子之前觉得自己很牛 我的房子太好了 他不了解区域季节周边竞品和小 这还有整个价格的关系 他不了解这个 所以他认为他可以卖 很好 但实际上 你看还有这个这个客厅都没有掉 是啊 兄弟当年 一个是 建商可能有点坑啊 你标准的你 哦 我知道了 这个灯是那个卧室的灯 那个卧室不可能配吊扇 因为建商标准是在客厅有吊扇的 他是把那个吊扇安到这 是不是倒了一下 没记得啊 这是在开关的 这种的 然后由于 由于这个小区都是大房子 都是在40万的 所以说你看他们 呃 后院也比较不错 也平整 但是几乎没有什么隐私 你都对着人家窗户 但你会看到看 美国人的窗户 咱们看啊 从这边看 几乎全部拉着百叶窗子 看到没有 楼上楼下窗帘 所有的全部拉着 所以说 哎 什么 你要什么南北像东西像 美国人不在乎 因为他全部是拉着窗帘 你看没有一家 没有一家打开的 这是他文化的东西啊 好 fans 你看 这是他们家自己的 这是叫窄板 最便宜的就是可能是二十二十四五块钱的吧 然后这个你看就是宽板了 然后呢 这是邻居家变过来就变成窄板了 然后这fans有心有救说明这兄弟比较凑合 这边是零六年的 可以看清楚了 这个可能是 一零年 一五年 反正就是 他也没有做stain 应该刷一下铜油 然后这是原厂的是木头桩 然后那块撑不住的兄弟换了个铁桩 然后那又清定了木头桩 然后你看马路对面这个房子 它就是双层板 而且加高加宽的 你看这两个马路对面这是fans 后面是车道 好 我们现在到车库看 屋顶可能也该换了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保险 一般是有 因为美国人全款买的很少 贷款就一定有保险 看到时候能不能让他们去报一下保险 把屋顶免费换了 其他的这套房子就是结构很好 除了三个watch在一起 但是你在这个区域 这个年代这个价格 你就算了吧 也别要求啥了 是吧 这西茂间也很大 带那个 这只都ok的 这设置的设置稍微有点拐 热水器在楼上 可能到时候换的时候会多加一两百块钱 因为需要两个人去踩上去 如果是在这的话一个人就够了 车库也比较比较工整 就这样车道 就这样车道 我们先到后面 还给你留了一些专 Sprinkler System这些都ok了 我就为什么我说后面就是这种 它是你看从这就出去了 对吧 随便随便出去 你看它那是大车 所以这种车道只能停一个车 那如果车出来的话 它先要看一看 会不会 它两边房子两边其实留的蛮宽的 空调有一些老 OK就是这样 所以这套房子257,900 258,000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好 但是我想再低一点看能把它拿到 好 各位朋友更多信息可以关注 熬强美国房产咨询 我是邱瑞 我在Dallas等着你 这是我用GoPro7路的好不好 比手机好一些是吧 再见